21号就是当浙 团统的风秀 就要吃银子饮吃新的一年 塞在中有一间超过50年的老店 算用路水开心算的煮备作为完料 比较浸水到造成银子 需要超过4点前 这组过程虽然贵工 但业者有关的坚持传统 天前国区的口感 是尽数不少社会价的困境 年年都来烹饭 当浙准备到了 很多人都会按照团统 吃银子饮吃新的一年 塞在这间超过50年的老店 根据团统做法 运用路水开心算的煮备作为完料 香到Q的口感受到社会价的困境 自我上台就吃了 吃到现在已经第三台了 所以说已经吃10罐了 百味的都吃不下 甚至我买都送亲家朋友 大家都吃到都会热热 新的口味就是这个五行的 有红区 是姜黄和抹茶 芋芝辣 还有糯米 都混合五行 你刚才五行到以前的口味 五行的是有特别的口味 吃到对于人体更好 你煮净醉到做成一样 需要超过4分钟的时间 这种的过程虽然贵工 但是也吃的油丸坚持团统 就是希望消费者可以吃到健康安心 就是油米 再来就是泡水 泡水之后要经过磨碎 磨碎之后再经过脱干 脱干之后我们才会把它搅均匀 脱干之后拿出来之后 我们会把它搅均匀 搅均匀之后 我们才会开始制作它的硅材 再来再去一颗一颗的做出来 每年如果是越来越来越多多这天 这间楼店的生意是已经更好咯 为现场无影包装的过程 都可以划出楼店 顺着客家的听到 有这样的表示 跟一般市民上不一样的地方 相关键的就是在米 我们的是纯米做的 所以它的颜色是有白有黄 因为我们要脱水之后 它有它的盖子 它就会残留在这里有两层 因为外面的 它们跟我们做的不一样 它们是用糯米粉用粉下去做 所以它们没有这一层黄黄的 一颗鱼背后代表到老店的減肥和用心 主要是这样的问题 后来可以吃到健康 快乐赢这四年 去吃跑这一期唱报道